HG 你知道日本其實沒有空軍 騙人 那轟炸珍珠港 那個飛機是誰開的 那是海軍航空隊 日本下來就是海軍航空隊 跟陸軍航空隊 那因為二戰結束之後 日本所謂的和平憲法裡面 他們只剩下智慧隊 所以日本到現在 它是沒有空軍的 那回來 回頭看 就是那日本怎麼那時候 製造那麼多爭端 那就是它的海軍很強 所以日本的海軍真的非常強 而且最近有一艘這個潛艦 我們說大軍力槓 這個潛艦不得了 入海了 入水了 它有多厲害呢 舅哥 其實這一艘潛艦叫做大金號 名字就很厲害 對 它因為大家就想說 那大金號到底哪裡厲害 因為我簡單的講 就是說日本海上自衛隊 其實剛剛就是呂捷這邊有講過 就是說因為日本海上自衛隊裡面 其實他們很重要一點 他們不能有驅逐艦 也就是也不能有攻擊型的艦艇 和平憲法 對 所以日本的就是自衛隊 海上自衛隊裡面 只有三種艦艇 一種艦艇叫做護衛艦 一種叫運輸艦 另外一個就是潛艦 那這三種裡面 其實現在的大金號 是他們現在三級的潛艦裡面 一個是清朝級 另外一個是蒼龍級 然後這個是大金級的第一艘 第一艘 大金級第一艘 那這一艘其實是由那個 三林重工業 它在戰後已經做了29艘的艦艇 那當中這是潛艦裡面 它是第二十二艘 第二十二艘的一個艦艇 那大家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做很多潛艦 他們做很多潛艦 那所以說剛剛已經有分三級 這已經是算次世代 最新的一艘潛艦 它還有多厲害 待會後面會來介紹 但是當中大家就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日本人 在取這個艦艇的名字的時候 很多都跟過去二戰的時候 的那個艦艇其實是有關係的 像現在其實自衛隊裡面 最重要的兩艘艦 取名字很重要 對一艘叫做加賀 另外一艘叫出雲 那這兩艘其實都是屬於 出雲級的空母護衛艦 對那這兩艘其實它現在在 日本的印度太平洋 這個就是防衛計畫裡面 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然後這個大金號 其實是第一艘用鯨魚的這個 鯨來做命名的 那他們命名原則其實很簡單 所以他們是做冷氣的 對 蛤 對 沒事 沒有 的確啦 的確是做冷氣的 對 大金號 他們在爭第二 我覺得你這也置入的型 做影機這很厲害 冷氣靜悄悄 他們說大金號也是沉下水之後 靜悄悄 跟自動車一樣很安靜對不對 它跟自動車一樣非常的安靜 那為什麼叫做 為什麼用大金的原因是因為 對 那時候其實就是在 明治天皇那時候 就已經制定了 他說我們 日本 舊帝國海軍的一個艦艇裡面 只有三種命名原則 第一個用氣象 氣象 雲 風 霞 另外一個呢 是用山川河水的名字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用那個祥壽的名字 所以後來呢 海上智慧隊在1954年成立的時候 他們也就沿用這傳統 但是重點出來了 像我們台灣 曾經有岳飛艦好像是嘛 有 對 但是日本他們絕對不用人民 為什麼 為什麼不用人民呢 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說 你的岳子開出去 雖然好像共岳 就敲城 那我問你 日本最偉大的人是誰 但是不能講 這樣講有點對不起 因為最偉大的其實就是 日本天皇 那你如果用天皇的名字呢 你如果用這一些 將軍的名字 傳承了怎麼辦 破給啊 對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就沒有人民這個東西來做 那後來呢就是 海上智慧隊也沿用了這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裡面大家會問說 剛剛就是主持人也在問的 就是說 大金號到底哪裡厲害 有幾個keyword 第一個keyword 關鍵字 女生 女生 對 過去我在那個 裝甲部隊當兵的時候 那個裝甲部隊是不許女生上坦克車 他們有這樣的禁忌 你們說萬一下去的時候會乘船 對 那沒有 那我們那個坦克車是怎麼樣 這女生上去之後那個 那個大炮會打不準 對 那然後 他們就說這個船這樣進去 迷信 迷信 沒錯 所以呢大金號 上面已經佈置了女性軍官的寢室 這是一個非常 對日本人來講其實是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進步 因為大家要記住一件事情 大金號怎麼樣 它可以潛在海裡潛很久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願意去把這個開放 有女性在裡面 這是在性別平權上 性別平等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這是一點 另外一個 就是大家講靜悄悄 為什麼 因為它使用的是鋰電池 對 它使用鋰電池之後 所以它的外號叫什麼 叫做水下忍者 那他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這個大金號 未來的話 其實它擔負的責任 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 那你知道水下忍者要吃什麼嗎 你知道 其實什麼 講到這個吃的話 我就有興趣了 有嚴重 你知道日本的海軍最常吃什麼 咖哩飯 為什麼 其實日本到現在 他們海軍的軍旗 還沿用二戰那時候的軍旗 對 就是包括他們的整個 那個形勢都在一樣 可是你知道 你隨手出海 有時候你缺乏蛋白質 甚至缺乏蔬菜 所以當時日本他們的海軍 出一個問題 容易得腳欺騙 那後來有一個軍官 叫做高牧軍官 那高牧軍官就發現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留學過英國 他發現人家英國大兵的飲食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開始推動西方飲食 不是一樣 我都吃飯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就開始吃什麼 吃麵包啊 吃那個賣飯 用賣做成的飯 可是日本當年的那些小兵 都是窮苦人家出身 那吃不到的關係啊 那怎麼辦 他引進了所謂的咖哩 因為咖哩你把它調濃一點 你在船上晃的時候 它也比較不會露出來 這樣倒也倒不出來 那是黏住的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們當時就規定 就禮拜五就吃咖哩飯 所以日本軍官講過嘛 他萬一不小心沉船 他跌到他裡面去 就把他肚子捕開你就知道 他是禮拜幾跌進去的 那禮拜五呢 就是吃咖哩 所以才引發是什麼 日式咖哩 所以這樣子日本海軍都禮拜五 你是不是要講 就是為了解剖才吃那個 話不是這樣講 但我們說呢 剛剛就跟我講到說 這個大景號是山林種工業 我一直以為這個他們是做冷氣的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他們也是亞洲的 這個傑森史塔克公司 就對了 沒錯 這麼厲害喔 跟鋼鐵人一樣喔 山林種工是日本 非常重要的軍工產業 對 其實山林種工業啊 不僅僅只是在電氣 或者是汽車當中 非常的重要 但其實啊 這個大景號最重要的亮點 不僅僅只是山林種工業 其實它最重要的亮點是 北川景子 這個女明星 跟它有什麼關係呢 北川景子我們先了解一下 北川景子是在2004年的時候 它的出道作品叫做 美少女戰士 那它的這個代表人物是 隨手火星 那現場人 林佑老師你為什麼 點頭成這樣子 我還沉醉在這個 從咖哩飯到這個三五個裡面 對 所以那最近它的 比較有名的作品是 2016年的防仲女王 為什麼北川景子 其實是跟山林種工業 以及乃至於大景號有關係 其實我們從這個啊 大景號的潛艦的這個 下水典禮可以看到啊 在這邊佐起第二位的 叫做北川原陽 他就是北川景子的父親 多少男網友想要叫岳父啊 對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三林種工業當中 北川原陽所擔任的職務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乃至於娛樂圈 甚至是北川景子的老公 都不知道他岳父到底在 從事的事情是什麼 不能到處說我爸爸是王永慶的意思嗎 你爸不是啊 對 所以北川景子也不能講嗎 我爸爸是誰也不能說 北川原陽他的頭銜是 傳播與特殊機械部的部門經理 也就是所謂的日本叫做部長 那他裡面其實有承擔著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 潛艦製造的一些軍事的機密 所以北川景子 才會對於他父親的身分 三間其口 可不可以 在л… Airbus 桂李